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家中如果65岁以上的长者、6岁以下幼童、慢性疾病患者或没有个人专用房间及位于设备者,入勤后必须入住防御旅宿 最后提醒,不论居家检疫者和家人都要勤洗手,避免触碰眼鼻孔及做好咳嗽礼节 居家检疫期间外出最高会被罚款100万元,千万不要以身试罚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江新闻,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基隆从12月开始每天都在下雨 民传国中校门口传出了落石掉落砸中轿车的意外 公务处紧急派人员清理将落石移出 现场拉起了封锁线,避免危及到学生进出的安全 而基隆气象镇提醒,连日大雨的情况还会继续下 没有趋缓,民众要特别注意 比篮球还大的石块掉落在地面上 而一旁的蓝色轿车可就没这么幸运 挡风玻璃碎成蜘蛛网,引擎盖凹陷,地面上布满大小石块 警方获报到场拉起封锁线,通知市府公务处前来清理 经过这边的时候会不会特别注意 就尽量靠边走 靠另外一边走 轿车被落石砸中地点,就在民传国中校门口 八日晚间六点多,山坡地土石松洞 从50公尺高的高处往下掉落 先是砸中步道的石梯 最后穿越护栏,直接砸到轿车 大概是东北季风的时候 冬雨的情形比较严重 所以停在路边的气息车辆的话 也要注意相关的落石的风险 这个是属于天灾的部分 那国北的话大概都不会成立 那这个是属于天灾的范围内 公务处紧急将落石清理完毕 提醒民众落石可能再发声 叫车不要停在附近 而基隆受到这波东北季风的影响 从12月起,每天都在下雨 让人都感觉快发霉 从11月12月,从11月20号开始到今天 其实已经持续都有下雨,都没有停 没有停歇的情况 那以12月来讲,从昨天开始 其实雨势都会变得比较大 基隆大雨不断 未来雨势也没有要减缓的意识 外界常拿雨都来形容基隆 看来真的是名副其实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又到了山药采收的季节 基隆初产山药 今年水分少,山药是更美味了 基隆市政府与农会 共同推出了山药大餐 限量100桌 菜色多变化又丰富 让陶客享用基隆山药的绝妙滋味 鸡肉先经过冷油热锅 再加入山药下去汆烫 最后与青椒辣椒拌炒 加入蚝油提味 红绿白三色的山药公保鸡柳 光是看的让人口水直流 还有将山药切片 与虾仁、火腿和玉米粒均匀搅拌 变成了山药海鲜沙拉 包入小餐包内 经过10分钟的烘烤 变成一道大朋友小朋友都爱的点心 要选一些比较适合 平常不要拿得到的食材 下去回去的话自己可以煮一下 回去就可以自己家用一下 包括那个山药宝宝 下班回早上也可以吃 如果山药机有的话 老公下班回家都可以吃 满满一桌子的家药上桌 有山药鱼片 山药佛跳墙 山药蒸鲜鱼 山药炖五谷鸡汤等十道菜 全都是用山药入菜 金融的气候和土壤 适合山药生长 山药品质是世界的数一数二 金融市政府与农会 为了让大家品尝到 山药的绝美滋味 推出了一百桌山药大餐 把好的东西 好吃的 我们推广给全市的市民 以及我们其他的旅客 那这个部分是需要先预定 在12月9号可以先预定 那可以在农会 在市政府 用餐的时间 是在12月20号 礼拜天的晚上六点 像是适合冬天进补的 山药五谷鸡汤 山药佛跳墙 都是山药大餐 最受欢迎的菜色 市政府行销在地的精致农业 每年山药大餐一推出 都出现了报名秒杀情况 我们有最在地的原生种的 金融山药跟白雪鱼山药两种 那这两种其实对 在冬天进补滋养身体 是非常的好 那我们也特别结合了 这个海产的部分 所以三海产一起来 那这个活动 一年只有一次 山药有丰富的营养价值 凉拌煮汤 青药都很适合 冬天最适合吃山药 吃美食又能够补生 不想错过山药大餐 民众手脚可要 快一点 记者黄绍鸣 金融报道 第一届国产炸粮价值 提升烘焙竞赛 成绩出炉了 冠军来自 金国餐厨系的学生 许玉成 瘦瘦高高的他 对面包有着 无可言喻的坚持与执着 透过镜头来看 他以台湾宝岛输果节庆 制作的三款冠军面包 今天要对大家来看 霹雳江湖英雄过招 第一届的国产杂粮烘焙赛 冠军来自基隆 到底有多霹雳 有多好吃呢 赶紧来请教全台冠军 许玉成 我们吐司口感的特色 用30%的汤面 去增加它的保湿度 然后使用蜂蜜 去提升它的风味 台式面包的话 是以甘薯节 跟台湾的双食国庆为发祥 欧式面包的部分 是以台南的芒果节 然后加上 拉拉山的水蜜桃 然后去做结合 原来吐司要好吃 得想办法增加保湿度 台式面包 当然要取材最新鲜的食材 并保留其滋味 而欧式面包 运用水果天然的韵味 吃进嘴里层次丰富 还有浓厚的水蜜头茶香 难怪贵得冠军 而想要做出好吃的面包 背后可是辛苦的历练 他在实习的 古砖四年级的那一年 他接触了面包 然后他整个人投入 他搭配的每一种的国产杂粮 然后都跟台湾的节庆 还有水果 蔬菜可以融入 然后他的口感当然是 没有话说的 不管他的配色 或者是他的保湿度 绝对都是最优的 那我们也希望 玉成真的可以坚持 他的面包梦 然后呢 未来做得比我们还好 做一个优秀的面包老师 双眼神奇 找到了兴趣就全心投入 妈妈说 自从玉成做面包之后 全身上下散发出的专注与毅力 令他相当感动 特别是去年玉成 参加世界面包大赛 还抱回了亚军 不管是今年的国产杂粮 提升价值的烘焙竞赛 或者是去年 在法国的世界大赛 玉成对面包的投入跟热爱 还有他坚持 都让我真的很感动 继无保存 陈永信世界冠军之后 新秀崛起 相信这位来自基隆七度 许玉成会完成自己的人生梦想 冠军面包 No.1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你有尝过分子料理吗 金国学院餐旅厨艺系学生 结合食物课程 以中西合并的方式 展现既用的在地食材美味 征战各领域 都有亮眼冠军落代的学子功力 让与会来宾眼睛为之一亮 广东泡菜卷 右香炙烧牛 凉粉卷鲜酥 一次排开 依序品尝 开启顾客味蕾 以中餐餐点 搭配西式摆盘的 还有这菌菇爆鸡汤 以口感层次丰富的蒸蛋为基底 香菇鸡汤汤头在上 不止暖胃 更能感受多元的好滋味 而展现既用在地海鲜鲜甜的 还有这道橙香小卷沙拉 搭配新鲜柳橙和紫酥 所调配出来的酱汁 让海鲜的好滋味大跳跃 我们是用小卷 那就是现在是盛产的小卷 那我们是用一点七味粉 跟一点盐跟糖去做腌制 腌制之后去用烤 烤了大概全熟 然后它是会带一点嫩跟一点水分的 我们第一个主菜是肉类 是鸭腿跟脆皮猪 那鸭腿是用中式的 乳的鸭腿做饱 但是我们是用西式的油风去做 所以它的会非常的嫩 但是它有中式的 酱油香跟药材香 那脆皮猪的部分 我们正是把皮去掉 留油脂 让油脂去烤出它脆脆的感觉 那也不会过硬 所以做一个口味上搭配 那我们配的主食 淀粉配的是米糕 米糕是酱香米糕 用少许的香菇跟蝦米 去跟酱油去做 那它的味道就是淡淡的香菇香跟酱香 海鲜的部分 海鲜我们是使用剝皮鱼 因为现在基隆盛产剝皮鱼 那我们是用日式的味噌去腌的 那提早腌好 提早把它刮掉 它就不会味道太重 那虾子的部分 我们是以必烹饱的方向去发想 另外在甜点及饮料的部分 分别是由各大赛中夺得金牌的同学负责 向着利用分子技术 将咖啡转成不同形态的咖啡波波 加入热带水果香蕉 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这杯是奶香咖啡波波 然后它是用分子料理技术 那用分子料理去把咖啡的液体 去把它结晶化 变成不一样的形态 那再搭配牛奶跟一些香蕉 去做的一杯特别的饮料 还有这模拟橘子的茶香柳橙慕斯 以水果茶作为发想 清爽的酸甜味 富含浓厚的尾韵 令人难忘 那这一桌我选用的话 是使用伯爵茶跟铁观音 然后去做一点比较浓茶跟水果搭配 那水果是选用我们当季的流程 然后去做一个选用 那旁边的话是做一个 蜂糖香草的冰淇 那可以附有一个浓郁的香气 那有一点酸甜的口味 那让客人的话在吃完煮菜之后 可以有一个非常爽口的 最后一个最完美的结尾 热帖 那我们这次的餐会 每个人在这餐会之前 都有去一年的实习 那我们将这一年实习 所学的技能都可以整合结起来 这场成果发表会议 集结了各路好手 同学们在四年学习中 征战各大赛都报经而归 加上实习经验 而展现出来的成果 受到老师的肯定 今天的主厨还有甜点的部分呢 都是一些参加国外竞赛的选手 而且是非常优秀 那他们在餐点上面 也展现了很非常细致的手法 简单高贵大方 这就是我的电影有新生活赛 所以我看到我们现在的厨艺区的学生 他往这个方向走 我心里很安慰 好的产品还要有好的行销策略 与销售管道 透过这堂餐厅经营食物课程 让孩子在经营中与社会成功接轨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从疫情发生以来 金融市包括儿童虐待性侵 以及各种家庭暴力案件都略为增加 平均每个月通报案例 大概增加了400件左右 因此主管单位 金融市政府社会处呼吁邻里猝边 大家鸡婆一蝶 共同防止暴力的案件 影片中的儿童遭受不正常的亲密触犯 妈妈也受到暴力威胁 这是金融市政府社会处社会工作科 为了宣导防范包括儿童虐待 性侵以及各种家庭暴力发生 所制作的防治宣导影片首映 和参加防治暴力的六个社区 防暴领航员们 一起加强防暴的观念 呼吁邻里猝逼 大家要鸡婆的 共同来防范暴力的发生 所以我们常常讲 不要说把它当作是 他们自己家 隔壁家的一个事情 别人家事情不要管 事实上我们反而是要鸡婆一点 那如果我们稍微鸡婆一点 敏感度高一点的话 事实上我们可以 可能也许可以挽救一些不幸 那我想对小孩子来讲 或对当事人来讲 被害者当事人来讲的话 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在社会处社会工作科办理的 这场性别暴力防治活动中 包括社工以及参加的社区领袖 和防暴领航员们 都距今会神卯足全力 做全级有氧 抒发压力活动筋骨 誓言打击防范家庭暴力 事实上也是一方面鼓励社区 那二方面也是让社区能够知道说 相关的一个讯息跟通报 那怎么样的一个运作 那尤其今年是2020年 比较不一样 因为防疫的关系 疫情的关系 所以可能会有一些 情绪上面的一些挫折 等等之类的 那这个东西都比较容易转化成一个暴力 所以我们也借这个机会来宣示一下 社会处社会工作科指出 从疫情发生以来 基隆市包括儿童虐待性侵 以及各种家庭暴力案例 都比以往略微增加 平均每个月通报案例 大概400件左右 社工能力有限 社区邻里处逼名利无穷 多一份鸡婆和关心 或许就能够防止一件家庭暴力的发生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学生想打工 听说要先办卡 还要先买东西 瞎会 有的还要先缴钱 要缴证件 要缴信用卡 还有的只要负责提款 就可以领三万块 这是什么工作啊 怎么这么奇怪 小心有陷阱 让我告诉新鲜人 寻找打工资讯 要记得三要准备及七步原则 不让假讯息危害你 要陪同或告知 将何险恶 请亲友陪同哦 要确定 检视征裁广告内容是否合理 要存疑 主动搜集征裁公司的资料 不缴钱 还没赚钱 怎么先花钱 不购买 又不是参加购物团 不办卡 是要帮别人打业绩吗 不签约 别傻傻的被卖了 不离身 又不是笨蛋 随便给证件 不饮用 是去应征 不是去聚餐 不非法工作 千万不要胡搞瞎搞啊 快把这三要七步口诀 多念几遍 这量才会聪明分辨 真假讯息 打工才会有保障啊 中家集团关心您哦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漂亮的色彩在头上 自意闪亮 让人变得更有自信 但是这个朗烫剂 不当使用 会引发问题 时有所闻 台北市卫生局 查获五件不合格的产品 因此呼吁民众 要记住这些购买的小秘诀 艾美是女人天性 秀发染烫 可以改变样貌 增加自信 但染发与烫发 伤害发质 与头皮的事件 层出不穷 台北市卫生局 就抽验十一件产品 结果有五件 不符合规定 这一次针对于 查获的一个商品里面 那亲密女人的冷烫液 还有就是法制语的冷烫液 还有JCKA的负离子烫法系列 冷烫液一般 这三个产品 那它最主要的话 事实上它是 它是属于特殊用途化妆品 那它其中的成分 低于就是它当初 跟卫福部申请的 一个准用的一个含量 所以等于说 它成分的那个比例 不到它的申请的含量 所以还有外包装 标识不符的状况 包括可能在品名 或者是注意事项的部分 它跟当初核准的不一致 或者是为标识用途名称 那另外一个是 帕菲雕油高级护法 冷烫液的这个部分的话 它是外包装的一个标识 跟原核准很不符 那第五个的话就是 扣地资金的玉米 冷烫液的部分的话 它事实上一样是 特殊用途化妆品的成分 含量低于它原核准的 一个含量的部分 所以在五件的产品上 都是属于违规的 那其实像这种抗染法 的一个产品化妆品来讲 在卫福部来认定来讲 都算是特定用途化妆品 也就是说它依法 必须事先申请许可证 才能制造跟输入 那它等于说 它的相关在市面上 流通的一个产品 它必须符合 它当初申请的事项 包括我们刚刚讲的 它的特定用途的 一个成分的一个含量 所以其实发现 这次检验的时候 有三件事含量不到 它当时写的那个浓度 卫生局也分享 化妆品选购小秘诀 不轻信夸大疗效宣称 要购买来源清楚的产品 任命完整中文标示 也可以上卫福部 食药署管理署网站 查询产品资料 多一分保障聪明消费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冬季吃锅是国人的爱好之一 台北市卫生局维护食安环境 鸡茶火锅店业者的卫生安全 29家中就有20家出茶有缺失 提醒民众要注意 保障自己的食安健康 三五好友吃锅 为天冷的日子带来温暖的氛围 但是你知道吗 在台北市卫生局 茶和29家火锅店业者的食安环境 就有20家出茶不合格 那出茶的部分有20家 有部分的卫生缺失 那经统计呢 我们前三下的缺失呢 分别是食材处理跟制成的卫生 还有从业人员未依规定办理体检 以及设备器具不清洁 那经过性期改善呢 复茶都已经符合规定了 卫生局也同时针对上面的 这些火锅店的业者呢 我们进行了依食安法第25条规定 同步进行了牛肉的原产地 火锅汤底食材 基因改造食品及重组肉食品的 一些相关标示茶和 那茶和结果也都符合规定 那同时也提醒民众 在享受美食的同时 也要注意均衡饮食跟餐饮的卫生 那才能够吃得健康吃得安心 大部分的卫生缺失 包含作业场所不干净 食材摆放在地上 设备器具不节等 先期改善后复茶才全数合格 否则将可储6万元以上 2亿元以下罚还 卫生局也不停呼吁业者掌握 五药秘诀 食品业者要登陆 从业人员要体检 食材来源要清楚 餐饮卫生要注意 食品标示要完整等 也提醒民众要注意店家的 餐饮环境 才能保障自我的消费权益 与食安健康 人生总有欲望 然而如果将那份欲望表现出来 会是什么样子呢 艺术家郑农轩作品 古典叙事和无提圣人系列 透过剧场模式叙事 在画布上创造诡谓的视觉气氛 一出出只是人心的戏码 被层层挖开 利用模棱两可的扭曲线条 表述形体间的拉扯与牵连 在时空轮回中被执念纠缠的 古代骑士化作幻影 不停地在追逐心中渴望 缭乱的披风吞噬着自我 艺术家郑农轩透过作品 表达骑士追逐欲望的样貌 令人省思 他的故事的蓝本是来自于 薄杰秋他写过了一本书的名称 叫做十日坛 有一个骑士吧 然后他因为很喜欢的一个女生 但是他得不到那个女生 于是他就抑郁而终 然后最后受困在一个森林里面 然后不停地 每天不停地轮回在追逐那个女生 这样子 那我就把它画成 这画面里面其实有 看到有三个人 但其实三个人都是同一个骑士 我把它想做说 因为他被不停地困在 那个森林的时空轮回之中 然后每天重复 所以我就把它画成 他们三个其实同时都是同一个人 然后挤在同一个时空里面 重叠在一起 另外一件作品 《五题圣人期》 主角圣巧智威风凛凛地 帮助村民对抗魔龙 但背后也只是为了 让村民实现他的愿望 因为对我来说 虽然说好像圣巧智 他是一个 一种很 一种好像很正义的化身 然后去为民除害 做这种事 但是我觉得其实 那个其实都有一种 欲望的成分在里面 因为他想要 他跟村民谈条件 说你们要这样子 那我才要帮你们杀龙 这样 所以其实里面还是 有一点欲望的感觉 然后我把它 红色就是做得很明显 多少有一点欲望的指涉 成群的兽类真实 在虚滑七彩的云雾间 张牙舞爪 花丽而混乱的饗宴 诠释内心的贪婪与黑暗面 各种人物与动物间的肢体 与情绪张力悦然直上 所以我这次准备的作品里面 它的叙事的内容 大部分是关于 有两个中心的主题 是关于欲望还有距离 那欲望的方面的话呢 因为我这次画的主题 有很多是 毒蛇猛兽 或是妖魔鬼怪类的东西 所以我把它视作是一种 它是一种人类的欲望的延伸 是这个样子 然后就距离来说的话 那可能有几个层面 一个是 可能是 看画的人 他观看上的距离 因为我这次画的作品 很多都有一种剧场感 就好像是 看画的人 你是在看一出舞台剧一样 传说在艺术家 郑农轩编织的华幻舞台剧 每幅都有奇特 有荒诞的故事 却又照应现实生活中的写实 郑农轩希望透过抽象 与故事描绘间 引领观赏者开启各种想象 在对应人生有所体悟 记者温宇郡台北报道 接下来是生活资讯 提供给你参考 音乐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大台北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截病管制处防疫医师林永青 目前国境疫情依旧严峻 入境时如果身体不适 请主动告知检疫人员 入境后请落实居家检疫措施 一 留在家中或住宿地点不可外出 二 每天记录体温和身体状况 如果有疑似症状 请联系各县市卫生局 不可自行就医 三 家中如果65岁以上的长者 6岁以下幼童 慢性疾病患者 或没有个人专用房间及位于设备者 入境后必须入住防疫旅宿 最后提醒 不论居家检疫者和家人都要勤洗手 避免触碰眼鼻孔 及做好咳嗽礼节 居家检疫期间外出最高会被罚款100万元 千万不要与生释法 大家好 我是截病管制处防疫医师林永清 目前国际疫情依旧严峻 谢谢大家